这个男孩望向窗外 看到一只鲨鱼刺穿云层 他急忙告诉老爸 老爸以为孩子过年没收到红包 就开始胡言乱语 可定睛一看 一大群鲨鱼正在云层中急速穿梭 身上还站着士兵 这一幕气得牛顿都掀起了自己的棺材板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士兵切开窗门进入飞机内部 面罩一揭开 居然是穿着纳粹军服的僵尸 他双手持枪疯狂掃射 舱内瞬间血流成河 另一边 驾驶室里的两名机长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破窗而入的飞杀一口咬穿 机舱内哭喊哀嚎不止 地狱屠杀持续升级 穆斯拉的十字架正在乞求吊割护体 刚吊完就碾了河饭 事发几天后 这架发生事故的客机 在冰岛B军方发现 奇怪的是 137名乘客只找到了8具尸体 军方认为飞机是4次恐怖袭击 可找到黑匣子的军方目瞪口呆 画面中出现了成群的鲨鱼和恐怖的僵尸 所有人都毛骨悚然 画面一转 北极科考队发现了一艘被乘风许久的超级战舰 胆大的科考队员便进去查看 科学家小美刚进入军舰内部 就看到了同是冰冷的尸体 按据住内心的恐惧 透过军舰的窗户向里面望去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巨大的窗户中 无数僵尸被悬挂着 他们还有呼吸 不断扭动的身体 突然几名僵尸从背后袭来 小美一记漂亮的佛山无影角 便狼狈地逃到了战舰的停机坝 但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正巧撞上回来的鲨鱼僵尸军团 手无腹肌之力的小美被抓住了 一个女僵尸把针管插入她的脖子 转头又给鲨鱼注射药物 趁药效还没发作前 小美猖慌地逃出了战舰 正在此时 冰川开始剧烈晃动 地面开始塌陷 冰箭也开始下坠 回来后的小美洗了个香香 突然身体出现不适 皮肤是不要燃烧起来 瞳孔也顿时收缩 她仿佛看到了僵尸的身影 小美这才想到自己被注射了变异的药物 她强装正定来到了餐厅 面前的正是上司Gel哥和她的助手 通过Gel哥介绍 她了解到了干尸军团和飞天鲨鱼的情况 事情起因是 在二战的时候 有个变态科学家研制出了一种变态药水 这个药能把死人复活 并拥有千年寿命 这项研究被称为死肉计划 计划开始实施 德军开始在空中喷洒药水 那些已经战死的德军士兵死而复活 疯狂的德军还给士兵们配上了改造后的鲨鱼战机 战斗力恐怖 他们要让这个世界为之颤抖 但还没等到世界颤抖 德军就战败全军覆没 所有已经复活的士兵和鲨鱼战机 全部被冰川吞没 听到这里小美疑惑了 这些事情为什么Gel哥会知道 Gel哥也不隐瞒 承认自己当年也是死肉计划的实验者之一 但是因为和上司一件不合 被上司枪杀 但是在临死前他注射了能救命的血清 这才保住了性命 二战后Gel哥投靠了美国 为美国发明了各种高科技武器 现如今全球战争频发 许多国家及地区依旧炮火连天 生命安全时刻遭受威胁 鲨鱼僵尸军团在空中肆虐 无人打敢挑战鲨鱼僵尸军团毒霸的空运 美军想出了一个不忍道的 引蛇出动的办法 派出一架栽埋乘客的飞机 来吸引僵尸军团 机舱的乘客都将成为 这场反击计划的牺牲品 鲨鱼僵尸军团果然来了 先美军一步开始了大屠杀 数条鲨鱼利用隐身迅速追上 驾驶室的机长被揪出了飞机 成了鲨鱼的晚餐 僵尸士兵进入机舱 就是一阵疯狂突突突 所有乘客无人生怀 全部鲨死在机舱之内 美国军方监控着这一切 亲眼目睹了所有乘客鲨死之后 美军这才发动脉冲波进行攻击 但一切并没有预料的那么顺利 鲨鱼军团根本刀枪不入 他们的武器根本不管用 鲨鱼军团开始了反击 一个接一个的登上军舰准备屠杀 就在此时 一只巨无霸超级大鲨鱼出现了 原来摸透了鲨鱼军团威力的美军 联合吊歌 早就秘密研制出了一只巨无霸鲨鱼 和那些体积虽小 却数量多多的鲨鱼群 在空中自杀起来 钓哥此时正在远程 操控这只巨无霸飞杀 空中炮火连天 炮弹不断射向鲨鱼群 原本让人闻风散打的 飞杀们在密集的炮火里 吐风瓦解 回到预警机内 被注射过药物的小美失去了控制 对舱内的同伴们挥起了拳头 就在他要开枪杀死同伴的千军一发之际 钓哥的助手拯救了他 给他注射了解药 一切貌似都结束了 战舰重回陆地 钓哥得知了消息 那些拥有恐怖战斗力的鲨鱼战舰和僵尸军团 重新引力进入了地下 不知所终 钓哥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不知何时 鲨鱼僵尸军团还会再一次出现 到时候人类世界又将变成人间孽运